今年三月 台湾凤梨停销中国 为了助稳定凤梨销量 深耕平东50多年的台序公司 尝试在香肠及肉干中 加入凤梨果干 让香肠及肉干除了猪肉香气 还吃得到凤梨香气 口感层次更丰富 蛮不一样的 有凤梨果香的味道 那蛮新奇的 它里面有那个凤梨的香味 还有那个猪肉咸咸的那种味道 然后两个融合在一起 那种味道还不错 台序董事长张华星表示 考量新鲜凤梨酵素 甜度与水分难以掌控 恐会造成产品品质不一 因此选用凤梨果干 跳脱以往肉品尝试 是很大的挑战 产销的是很问题 所以我们就想说赶快来协助 那我们就找了凤梨 用了凤梨果干来开发出 这些新产品 因为我们台湾就喜欢吃 这种甜甜咸咸的 而且凤梨它的果香是 是蛮清新的 所以吃起来的话 甜甜咸咸 然后带果香 我认为是应该是蛮合的 张华星表示 凤梨肉干与凤梨香肠新品 创新口感值得消费者期待 首批约食用1.2公顿凤梨 预计下半年度上市 将在全联铺货 也会外销香港 除凤梨外 未来也规划 以屏东归来牛棒设计新品 帮农民推广 创造双赢 屏东新闻 张如云 刘建荣 采访报道 志願 フレクト 飘 汇访